据每日邮报21日报道 20日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档节目中对特朗普微密友罗杰斯通减刑发表了看法 他称非常明显 罗杰斯通威胁了特朗普 特朗普不得不减刑以让他闭嘴 希拉里表示 这是特朗普对通俄门案件的掩盖 罗杰斯通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顾问 因通俄门调查 他被指控向美国国会做伪证 妨碍司法程序 干扰证人等七项罪名 并被判处40个月监禁 但本月在斯通将开始服刑的前几天 特朗普突然宣布为斯通减刑 他的这一决定遭到很多人谴责 称其利用总统权力为自己的盟友好友牟利 在20日晚上一档节目中 主持人要求希拉里对此事进行评论 希拉里公开向特朗普发难 他表示 很明显斯通私下或公开威胁了他 如果斯通入狱就会说出某些东西 特朗普便利用自己的权力 让罗杰斯通闭嘴 这一行动是对同俄门的继续掩盖 他和斯通是其中两个主要参与者 他们想要试图阻止人们了解当时的细节 比如一些幕后秘密传递的信息 但希拉里并没有详细说明 斯通可能知道什么内容 他只是表示 俄罗斯在操控选票方面很成功 在指责特朗普之后 希拉里还夸赞拜登 警告了美国人民2016年 曾发生的事情正在此发生 希拉里的这一指向可谓十分明确 民主党最近在不遗余力地宣传 有人试图破坏总统大选 以借此削弱特朗普 但拜登方面也并未提供具体证据 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近 拜登和特朗普都加紧了禁机 希拉里也加入了这场战争 本月13日 希拉里在做客每日秀时 还表示 特朗普如果在11月中的大选中落败 他不一定会乖乖离开白宫 必须做好防止他耍赖的准备 20日 佩洛西也喊话特朗普 如果他败选之后不想离开白宫 就会被烟熏出去 由于目前美国疫情持续恶化 抗疫也难以平息 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满是意见 民主党人此时不断跳出来攻击 对特朗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美媒报道称 特朗普的几次民调都不太理想 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的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拜登在登记选民中获得55%的支持率 特朗普为40% 领先其15个百分点